早上好 过来修个空调 昨天晚上到八九点钟的时候 人家联系我 让我出来 这是个出租房 然后我说明天早上吧 然后今天早上过来给他看什么问题 他说那个外机不转 外机不转 我们看一下什么问题 等了一阵子那个客户不在家 然后房东过来 房东过来之后他也打不开门 他好像把钥匙换了 把锁换了 然后呢 我刚才测了一下 首先测了一下有没有主电 有主电 有那个没power ok 就是240伏电压有 然后呢 我测了一下那个 风机的capacitor和压缩机的capacitor 都没问题 你看他这些压缩机是别人给他换过 ok 所以呢 这都没有问题 然后呢 我来试一下 就是你现在弄不了信号电 没有信号电 然后呢 但是呢 我如果是直接从这铺石音的话 直接在这给他按下去 强制他制冷 也就相当于里面来信号电了 如果外机没有问题的话 那就是里面的事情 也就是说里面的信号电没有送出来 当里面的信号电一旦送出来之后 外机就是就是有可能没有问题 ok 所以呢 我现在用这个直接直接把他捣上去 现在那个没有power我已经放上了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外机转不转 如果外机转 压缩机也转 那就说明是里面的事 ok 现在呢 我来你看 这个这个他留了一个口 然后呢 你可以把它按下去 就是外面一来电 就相当于这个已经接通了 ok 我们来看一下啊 有点准备 许多 是正常是合流的吗? 是的,我查一下 前面是弹性的 所以我连接电池 所以我连接电池 因为电池的电池 开电池 所以它发动了 所以那意思是有点错 电池的电池 电池没有发生 对 我说我可以回来 还可以回来 好,现在我先去 下面一个客户 因为有些住户,他晚上回来的话,你不马上过来给他修,他们就去住宾馆去 然后呢,他到下个月的时候,他不给你交钱,他给你扣掉 也可以理解,因为在这边的话,你晚上根本睡不着觉,没有空调 所以呢,我一般的话,都尽量的都出来,一般都叫我有时候10点,然后昨天我是实在比较累 所以呢,因为每天都好多,然后呢,所以呢,我就没有出来,没有出来,我说明天早上吧 他估计是去住宾馆去了,OK,现在先去下面一个 好,又回来了,12点,12点,我们看什么问题 他刚告诉我,他说他看的那个上面说,Better已经漏了,然后他他换了新的那个Better 但是还是不动,还是不动,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看里面和外面都不动,都不动的话,他没告诉我都不动 他告诉我都不动的话,我就测一下外面的那个 contactor,是不是那个电阻低了,我来测一下这里面有电 有没有信号电,测一下,看,没有,我测了,22点,任何一个都没有,OK 谁呢,要去那个艺术上去,要去艺术上去,哇,这是艺术上去 我必须去艺术上去 你OK? 对,因为有没有信号的能力 对,有没有信号的能力 对,有一个座椅吗? 对,有一个座椅 对,有一个座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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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中午,上面非常热 然后呢,没有水 但是呢,它原来有漏水的问题 OK,然后呢,我先测一下 从这儿,从这儿你就可以测外面的那个 去外面的contact 所以contact有问题,OK 然后呢,我来找一下 找一下外基的这根线 外基的线,它是用的 外基怎么用?三个线 哦,没有没有 这个,就,跑到这儿 外基,它是用的白的和红的,OK 我现在去掉一个 去掉一个,然后呢,我来量一下 外面,就是在这儿你就可以量 量外基的那contactor的那个电阻 你看,是不是它引起来的里面烧掉 它里面的包装丝烧掉 除非里面跳着,OK 然后呢,我现在没有,没有查到里面跳着 然后呢,我现在来量 我现在来量,红的和白的 红的和白的就是去看,去外基的那个contact上的 两根电,然后呢,两根电线 然后呢,两根电线 然后呢,我来量一下它的欧木质 就是它引起来的 把那个什么烧掉 把里面的fuse烧掉 没有fuse的话,可能 有可能保险丝就烧掉了,OK 然后呢,我要用两个手 因为有时候一个手的话,接受不好 我给大家报错误信息了 看,OK 然后呢,我们来测一下 用两个手啊 果然是外基的那contactor引起来的 只有1了 只有1的那个电阻了,欧木质了 看,所以呢 你看,其实它没告诉我那个什么 它没有告诉我那个内机不转 它告诉我内机不转 我刚才第一次来的时候 我就把外机的contactor检查一下了 而且当时,当时contactor看着也是好的 一般的话你 告诉我那个 一般的话你都会说 说那个什么 说那个内外机都不转 结果它刚告诉我说内外机不转 哎呀,也是这些客户 你看,我要第一次来 他要告诉我内外机都不转的话 我就会把 我就会 我就会把 第一次来,这问题就解决了 然后呢 我找一下里面的那个什么东西 找一下里面的那个 那个Fuse 找一下里面的Fuse 如果没有Fuse的话就是变氧器撒了,OK 然后呢 去外机换去 不然我第一次就解决了 那时候客户给你的信息不全 我关键是我后面还也有人等着 我前面我就等了他一阵子了 那个房东又从别的地方来 你看,在上面多热 一会儿就没啥了 我刚才在上面 一个客户那刚修完 坐在车里面 刚那个焊,刚没有了 刚跑这儿了,你看 又焊 哇,等一下 哦哦,我打开了 好像没有那个Fuse 哇,没有Fuse 有可能就把那个啥东西 有可能变氧器给烧了 你看 他一个关掉了 一个 就用了其中的一个 然后呢 我先给他关掉 我猜一下,哇 这种老式的,他都没有Fuse 没有Fuse 就会把那个啥东西 就会把那个 变氧器给消掉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这边是Second 这边是Prime Prime OK 这边是高压,这边是低压 然后呢 我打上来 测一下这边 这边有没有电 OK 就是有没有二十四伏出来 没有二十四伏出来 那就是变氧器给烧了 变氧器烧了 变氧器烧了 OK 然后呢 有主电 看 有主电 258 但是呢 那个什么东西 变氧器烧了 所以呢 没有Fuse的这种 都是变氧器烧掉 现在有些厂家 他还是不给放Fuse 真草的 这样的变氧器烧掉 这样的话 就得换外基的contactor 和内基的 那个 变氧器 OK 我现在先去换 先去换外基的 先给它灌掉 我先去换外基的contactor去 正好是热的不行 热的不行 哇 我的这个拿去 哇 太热了 把这个contactor给它换掉 先把那个主电 先把主电断掉 这个我在别的视频中 讲过多少次了 就换contactor 很容易换 很容易换 OK 然后呢 你不专业的话 你就先提前拍个照 从不同的角度 然后呢 都拍个照 拍个照之后呢 嗯 然后 这个时候再对着 再再再连回去 或者是你就把新的先安好之后 这些线先不要从上面取下来 然后呢 先那个什么 先把新的放上之后呢 把旧的 一个一个的对着给它 给它 你从哪个上面 哪个腿上取下来的 你就放到哪个腿上 OK 很简单 你看我新的放上了 然后呢 我就把线 从哪边取下来的 就放到哪边 OK 从哪边取下来的 然后刚才我看了 你看 它这个 这个压缩机的 这个线已经烧了 看到没有 已经烧了 我刚看了 它好像放的压缩机 给它放大了 也就是呢 这个是小的 但是它给它放了一个大一号的 至少大一号的 你看 那个风机都运 都快顶到那个压缩机了 就厂家的话 跟哥们不可能放那么大的 你看 你看那个 你看那个 这是这是别人给它放的 放的那个信号不对 放信号不对 OK 看 3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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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这是三吟半的 三吟半的 基本上也差不多 基本上也差不多 因为的话都会 都会低上那个半吨 低上半吨 有的甚至更低 OK 现在不管它了 我等会给它给它换一下 给它换一下这个这个线 好了 给它放过去了 然后这边我给它换了一下 你看 你烧的 非常厉害了 OK 然后呢 一个问题了 一个问题了 然后呢 我们来double check 我们再 再弄什么一下 刚才从那边量的是一 是一 多一点 然后呢 我们这一次看一下 直接从这儿量 因为那个电线上 对 虽然是百分之百的铜线 但是呢 它会有一点电阻 看 现在这边 只有你要直接测的话 只有零点几了 看 只有零点五一了 看到没有 也 就是它引起来的 里面的那个 transformer 烧掉 那个变氧器 烧掉 OK 里面的话因为特别热 然后呢 我就不会再要录里面了 我在别的视频中有录过 很简单 OK 我现在直接到里面去换去 这就换里面之前 你看 一定给它放一个fuse holder OK fuse holder里面放一个fuse 以后 再发现这种问题的话 直接就烧这个fuse 就不会烧那个transformer了 就不会烧那个变氧器了 变氧器和这个比起来 这个就一块钱都不到 变氧器的话 那就贵了 OK 所以呢 而且换起来也比较方便 所以呢 你一定要给它 在它的R上 要加一个fuse OK 你现在进去 ADP的 ADP的 然后它就是老是这样做 你很难把它取下来 所以呢 你要把整个这边都要给它拿来 拿来之后 你才能 才能把这个它的这个 才能把它这个变氧器给它取下来 OK 所以呢 这是ADP的 这是ADP的 你看 掉下来了 放过去了 你看 这样我在这头灯 头灯马上就没电了 因为在高温的情况下 高温的情况下 它一块儿就不工作了 因为是充电的充电的 然后呢 我给它放了一个 这是之前 然后是这种变氧器的话 它这个黄色的 黄色的是正 是那个HAT 24V的HAT 绿色的 是那个24V的靠面 OK 然后呢 因为它是那个原来是这个截图 是SWED的这种connector 所以呢我用 我用了一个female 直接直接 用了一个male 直接把插上之后 也给它插上了 OK 然后呢 应该就没问题了 应该就没问题了 哇太热了 太热太热 好了 都放过去了 然后把电 它当时就开了一个 所以我还给它开一个 我头灯都不工作了 拿手电拿上来了 太热了太热了 我刚才它底下一两没有电 你知道为什么吗 哇 因为刚才我把它那个WireHub给它 给它忘 忘结回去 因为上面太热了 那这厨型打开 越着急越慢 越想着着急 赶快弄完越慢 因为你老是忘忘东西 看 哇 因为我当时取那个啥的时候 我给它拔下来了 往插上了 给 现在好了 我现在到地下 再量一下 再量一下 现在先不盖盖子 又没有电 又把我往往 往往开关 那时候 哎呀 又想快又慢 因为后面一个客户等着呢 我跟他说是 是11点半到12点到 接受不好一个手 好了 又电了 哇 又着急又慢 现在把它放回去 放回去了 希望再不上来了 OK OK 我给它封锁试一下 OK 我给它封锁试一下 OK 这次我都给它放回去了 希望再没有忘什么东西 哇 它射到55 射到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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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都射不到 OK 这次是 这个汉牛艺压 离止循环 饭要打到昂上的话 是一天24小时在转 OK 风机一天24小时在转 风机好像刚换的 我们到收尾机看一下 收尾机应该转 转了 看 收尾机转了 就是这个坏引起来的 这个坏引起来里面的 Transformer烧掉 那个变氨器烧掉 OK 这是最常见的 最常见的 外机内机都不动 最常见的 还有一个最常见的 就是那个 Flo Switch 他把那个Flo Switch 接在R上了 也是内外机都不转 我给他说一下 这个租客 睡觉了 Excuse me Excuse me, sir Excuse me Yeah, yeah, it's working now 可以 不合格 不是 是 你是 不是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